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战巴西大金雄雷纳托金 胡耀宗许多拳迷都十分熟悉 他曾在UFC征战过三场比赛 每一次都打低十分硬朗且精彩 虽然已经两年时间没有比赛 但是胡耀宗一直保持着训练 95年出生的他也正值当达之年 雷纳托金今年30岁 身高为189厘米 职业战绩为12战8胜6KO 他曾在修斗巴西的比赛中拿到过四场胜利 他的技术风格十分全面 不仅擅长战力中的拳法对拼 地面技术也极为强悍 与雷纳托这样全面的格斗高手对决 成绩两年的胡耀宗 又会带给全民们怎样的表现呢 主赛第四组的轻量级比赛 由伊布格勒对决日本前修斗冠军川明雄生 这一场比赛也是当晚含金量最高之一 伊布格勒的职业战绩 23胜12负一平 曾在国内拿下多个赛事的冠军头衔 目前在国内轻量级排名中高居第三位 而川明雄生曾拿到过 日本老牌赛事修斗的冠军金腰带 并且在世界一流赛事 PFL和Risin中都有过多次出场 今年32岁的他 职业战绩17胜10负5平 其中6次KO5次降服 对决川明雄生这样高水准的日本高手 伊布格勒势必要拿下胜利 证明自己的实力在国内处于顶尖 主赛中 中国嘴炮阿和江将在66千克雨量级比赛中出场 他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高木亮 阿和江凭借着帅气的外表和出众的实力 在国内吸引了不少全迷的关注 他的职业生涯12场胜利中 6次降服5次KO 终结率极高 由于打法酷似嘴炮 他也被全迷称为中国嘴炮 高木亮在最近两年参加的 四场职业MMA比赛中 拿到了三胜一负的职业战绩 除此之外 他还常常跨界踢拳 泰拳和缅甸拳赛事 对阿和江来说 高木亮这样风格都变得对手 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次不错的挑战 阿和江又能否继续上演终结好戏呢 复赛的压轴战中 李姆哈将在除量级61千克 迎战俄罗斯汉将伊利亚 李姆哈是国内的老牌名将 职业战绩15胜9负4降服6KO 目前他在中国除量级201位选手中 排名第七位 过去的三年间 打出了七胜二负的成绩 伊利亚职业战绩为9胜3负 7降服2KO 终结率高达100% 他曾战胜过5位中国选手 并且全部都是终结获胜 此番对决伊利亚 李姆哈又能否打破对方 对华不败的战绩呢 主赛中 泽旺和野德黎 也将在WKG打响二番战 在两人的首次对决中 野德黎仅用时10秒便KO取胜 而当时不少人也认为裁判叫停的太快 泽旺并没有发挥出任何实力 此次在WKG进行二番战 究竟又会录死谁手呢 复赛同样有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 复赛第三场 蒙古国高手刚召日格 对决21岁的藏族年轻小将热格珍 刚召日格曾在国内拿下六胜六终结的战绩 在上一场与黄约勒的交手中 他虽然最终殷伤高负 但也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今年只有21岁的小将热格珍 俨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拳坛星星 他的职业战绩为六战全胜 对决实力如此强劲的对手 年轻的他又能否赢下这场比赛 继续不败战绩呢 去年曾在WKG出战 并打出精彩的战力KO的夏连阳 本次比赛将对阵塔吉克斯坦高手 穆罕·穆德·德拉苏 电影《八角龙中格斗孤儿原型人物之一》的李子聪 吴江迎战塔吉克斯坦高手赛瓦利 夏明权对战九战九胜的韩国选手李欢献 周年乐则对战韩国选手金俊桥 WKG综合格斗赛 自诞生起已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高规格的赛事 每一次都带给了现场观众和直播前的全迷们最极致的格斗观赛体验 距离8月26号深圳站的比赛还有半个多月时间 让我们一同期待WKG在此线上的格斗盛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